如果旧版還要用IE10以前的版本的話 多東西可能會不正確 而且甚至不支援 那不支援部分的話變成怎樣 可是我們不是考古 我們一定要往前看 所以你還是要用新的東西 去設計HTML5的這些網頁 這些網頁將來我想在手機上面 應該也會 support 因為HTML5已經變成未來的一個共通標準 共通的文件標準 我想這部分的話影響會非常大 那在HTML5裡面的話 它新增哪些具有語意的結構元素 包含底下這一些 那這些當然是舊的沒有的 那還有除了結構元素之外 我們還可以利用以下的 兩個元素提供什麼區段的附加資訊 包含什麼address跟time 這兩個我想也是HTML4版沒有的東西 那這些的話我想我們把這些實作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 比如說有關Section 區段的部分呢這邊有個簡單的練習 那這樣你不一定要 你可以Google一下啦 隨便找一首那個唐詩 谷言絕取 那比如說我們之前呢做排版的話呢 假如說我今天要把這些做正確的排版 比如說上面一定是一個什麼 一定是一個標題1底下是一個標題2對不對 所以H1 H2 然後呢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H group 就是這個部分是屬於標題的範圍 也就是說有點像簡報一樣 你第一個簡報一定是標題跟副標題 那再來的話呢 底下的部分呢 我要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 底下是一個五言絕取的group 一個一個 那從這個地方底下呢 是一個section 就是送別 這部分是一個什麼呢 這個地方應該是什麼 這應該是一個說明吧 說明這個地方的說明文字 然後呢 這個地方又可以是路財 有沒有 那路財也是一個section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結構 大概是底下看到的 有沒有第一個section 第二個section 那section部分一定是section開頭 section結束 然後呢 裡面一定有標題 所以H1 其實這個地方你可以把它改H2 然後H3 因為看起來的話 才會有結構 1 2 裡面的話可以 至少會小一點點 然後呢 在裡面的話是內文 內文部分的話 也是做一個排版 所以換一段 換一段 那這個部分 甚至我是覺得 你可以怎麼樣呢 送別下面這邊換 用BR 然後後面的話用P 也許可以把這兩個 比較 它的層次會比較清楚一些些 那這裡的話 我們來實際上 來這個 Eclipse裡面看 Eclipse 我覺得這個2 有個優點就是說呢 如果你用這個來看 其實會更清楚一點 這個應該是 我的名稱的話 這個是Duck0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在這邊 取一個名稱 我想自己再取一個名稱 我這邊取一個名稱 我這邊取一個叫Duck0 那除了說呢 我們剛剛這樣的一個結構之外 其實在Eclipse裡面 我常用的工具 就是在這邊 有沒有 Outline 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結構 基本上會更清楚 你在Body這邊把它展開之後 然後呢 這邊會有個 這個 這個 article 然後展開之後有沒有 G Group G Group裡面就會有個H1 你點擊哪一個 有沒有 它會很清楚的 把它的結構 馬上秀出來 然後有Section Section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 你把它點擊之後 它會告訴你 你的Section在哪裡 那這個 比較適用在 就是說你的 這個頁面 裡面資料非常多 你需要有個結構化的處理 其實利用Eclipse裡面 這部分 就會秀得很清楚 裡面你會發現 就有個H1 跟一個P 然後呢 Section 2的話 也會有一個H1 P 那裡面你會發現 裡面就有這個 那需要秀出來的話 類似像這樣 按Finish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的話 Section 1 就是這樣 Section 2 比較會有個結構性的安排 這個是第一個 Section的部分 重點在Section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要想要做 導覽 導覽部分的話 類似像這樣 唐詩、送詞、圓曲 把這邊做一個超連結的話 那這邊呢 就多一個叫Nav Nav Nav的一個元素 那這個元素 實際上用來什麼 標是什麼 標是導覽列 導覽列 那這個導覽列 使用的方式 其實也非常簡單 各位可以看到 它一定是Nav開頭 Nav結束 那裡面的話呢 會用什麼 項目符號 那項目符號 它的標籤 UL開頭 UL結束 然後呢 裡面各個項目的部分 就是LI 這個我想跟那個 舊的那個 這個HTL4 是一樣的 那 後面的話 我要超連結到哪一個 這個網頁 這部分呢 你可以在後面加一個連結 然後給它一個名稱 這個地方我想練習 也許你後面這三個網頁 還沒產生 沒關係 你就先做三個網頁 然後呢 秀出來 大概這兩個部分 我想各位練習一下 一個section部分 跟一個這個Nav的部分 這兩個 新的標籤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